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怪物 那他们最有可能生活在哪 2014年 发生在美国知名恐怖片导演 亚当身上的离奇事件 可能会给你一些启示 请认真看完下面的视频 亚当格林这个名字 你可能会觉得很陌生 但他拍过的恐怖片 你一定听过或者看过 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冷冻 金角大电影 还有端冰斧系列等 整个事件发生在2014年6月的一天 亚当拍完戏刚回到工作室 就收到了一个奇怪的快递 打开后里面装着一个笔记本 上面画了很多长相怪异的人性生物 并用大量文字描述了 这些生物的特征及发现地 寄件人声称自己叫德克 是亚当的讽丝 他想利用亚当的知名度 向全世界公布一个惊天秘密 起初亚当认为德克只是个二流编剧 想用这种方式来推销他的剧本 但当他看完笔记本里的 所有内容和照片后 他觉得无论真假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两天后他主动联系了德克 他想将整个过程拍成纪录片 于是当天就带着摄像团队 来到了德克家里 初次见面德克先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他说自己今年61岁住在南加州 曾经在波士顿当过警察 还没等他说完 亚当直接问道 你笔记本里画的那些都是什么 还有你描述的地下世界 那又是什么 德克并没有直接回答亚当的问题 他表情凝重地说道 接下来我所讲的 是我近30多年的研究结果 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但我说的句句属实 然后德克缓缓地说道 在过去医疗水平和生活环境 都不发达的年代 每天诞生的大量新生儿中 有一部分现天就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有的甚至生下来就和人长得不一样 这些孩子有的被丢弃 有的长大后就突然消失了 但没人知道也没人在乎 他们都去了哪里 说到这德克停动了一下 时音低沉地说 但是我在乎 因为我知道这些孩子并没有死 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那是一个只属于他们的世界 我称那里为骨髓之地 他在地下大概60到90米的地方 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隐秘的入口 他们有着和我们类似的生活方式 捡红生子逆食直到死亡 为了适应地下的生活 他们也在不断进化 大部分已经脱离了人形 听到这亚当迟疑地问了一句 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或者说为什么只有你发现了他们 就目前来看 你所讲的更像是一个创意不错的故事 德克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这一切都要从我小时候的一次遭遇说起 德克说自己小时候性格很孤僻 因为父母以伐木为生 常年居住在荒芜人烟的密林中 所以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 大部分时间都自己一个人在玩 有一年他跟随父母 搬到了明尼苏他州一片人际罕见的森林旁 白天父母出去伐木的时候 他在家不远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荒废已久的居木场 里面有一些废弃的厂房和火车 之后无聊的时候 他就经常一个人在那里吧 有一天傍晚 他像往常一样玩完准备回家的时候 突然发现远处的木堆上 似乎站着一个人在看他 开始他有些诧异 但仔细观察后 他发现那个人的体型跟自己差不多 似乎也是个孩子 于是他就慢慢地靠了过去 走近后借着夕阳的余晖 他发现那个孩子长得很怪 他的嘴长得像蜥蜴 尖尖的很突出 他的眼睛上下左右转得特别快 德克说自己当时被吓闷了 一时间僵在了那里 就在他准备要做点什么时 对方直接从木堆上跳下去不见了 那天回去之后他一直很恍惚 出于好奇 第二天他趁白天 早早地藏到了那天发现小孩的木堆里 结果到了晚上 他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场景 就在木堆不远处的森林里 他看到了好几个类似人心的怪物 在树林里走来走去 有的在采集什么东西 有的好像在砍木头 他说从那次之后 他没事就去偷看那些怪物 很快他就发现了他们出的洞口 德克说之后的许多年里 他跟随父母又去了很多地方 这期间直到上学和参加工作 几十年里他像着了魔似的 在世界各地雄找着类似的洞口 这期间他有了很多惊人的发现 才有了笔记本里的那些内容 说到这 亚当是一工作人员可以了 起身后他直接问德克 你能不能带我去你最近发现的洞口看一下 出乎亚当的意料 德克没有丝毫迟疑说可以 但只能你跟我去 正说着摄像师发现德克旁边有个房间 用一条很粗的铁链锁着 他直接问德克这里面是什么 德克有些迟疑的说 没什么储藏室而已 亚当简状说可以进去看看吗 德克突然非常粗鲁的拦住了亚当 说里面很乱没什么好看的 第二天亚当带着一个摄像 来到了和德克约好的地方 走了很久进入到了密林之中 他们在离洞口很远的隐蔽处 一直藏到了晚上 然后让亚当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神秘陌生的地下世界 恐怖片导演的离奇经历 故事继续 亚当跟随德克 来到了市郊一座荒废已久的森林公园里 德克说他新发现的洞口 就在这座密林中的一座墓地里 其实亚当根本就不信德克说的话 此行的墓地也只是想看 德克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就在快要接近洞口时 林中莫名出现了一个警察 要求他们在天黑之前必须离开这里 答应后二人便继续往林中走去 又走了很久 德克叫住了亚当 指着前面说 洞口就在前面的山坡下面 一会靠近后一切都要听我的 你们只能观察和记录 不能惊动任何从洞里出来的东西 说完他带着亚当 躲到了一块墓碑后面 就这样一直等到了天黑 德克的声音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亚当则不以为然 还随意地调侃着德克 当聊到德克的家庭时 德克突然变得很谨慎 一边打岔一边告诉亚当 说那些怪物应该很快就会出来 不过又过了很久 洞口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虽然这一切都在亚当的意料之中 但他多少还是有点不耐烦 就在此时 摄像师说自己好像看到了一个黑影 亚当刚想问点什么 德克突然表情严肃地低声说道 你们赶紧把相机的灯关掉 然后指着远处的洞口说 快看有个东西刚爬出来往右边走了 亚当一脸茫然 说自己连个鬼影都没看到 他让摄像师打开灯 德克急忙阻止 说如果开灯一切都完了 就在他们争执之际 德克说怪物已经回去了 他们今天应该不会再出来了 不过你们可以回去看录像 看有没有拍到他 此刻亚当多少还是有点失望 虽然他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但有那么一瞬间 他多希望眼前这个老头说的都是真的 关掉设备之后 他和摄像连夜回到工作室 将素材的亮度全部调到最高 经过反复查看 依然什么都没看到 第二天 亚当带着素材直接找德克去对质 可见到德克后 德克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张纸 上面画着一个用头巾包裹的怪物 德克说昨晚从洞里出来的就是他 他叫万斯 经过我观察 万斯应该是这个洞口的守蒙人 他会带这个区域的新人进入洞口 说着他又拿出了另外一张纸 上面画着一对连体生物 德克说这是弗罗格和哈克 听到这亚当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德克 然后直接质问他 昨晚的事你还没解释清楚 现在牛拿出一堆你阴影的怪物 这些拙劣的话到底是从哪来的 牛是怎么会知道他们的名字 德克有些激动地说 我知道你压根就没相信过我 名字是我给他们起的 这些话是我儿子话 说到这德克突然停了下来 他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然后起码岔开了话题 亚当知道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就不停地追问关于他儿子的事 可德克就是不接他的话 就在这时 屋里突然传来东西凋落的声音 亚当刚想起身去查看 德克突然很生气地摘掉眼镜 说你不就是想拍到他们吗 今晚我再带你去一次 我一定让你如愿以偿 下一段视频直接来到了当天深夜 德克指着两棵树中间 又像昨晚那样 算有个东西刚从洞里爬出来了 就躲在树后似乎在看着我们 然后提醒他们千万别开灯 还不停地问亚当你看到了吗 亚当一脸懵逼 但德克紧张的神经又不像是眼的 他刚想问摄像有没有看到什么 德克突然声嘶力竭地低吼道 天哪他竟然向我们走来了 亚当依旧什么都没看到 他不想再陪这个老头眼下去 他大声命令摄像把灯打开 德克怒吼着试图阻止摄像 可为是一把 就在摄像打开灯的一瞬间 一个满脸脓包倾面撩下双手无眼的怪物 突然出现在镜头前 亚当还没从机构中反应过来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四周 一旁的德克紧张不可遏地 喝止他俩赶紧离开这里 回到工作室亚当激动得像个孩子 他说自己拍恐怖片这么多年 从没想到过有一天能拍到真的怪物 第二天一早 亚当就激动地叫来制片人 并向大家展示了他惊人的发现 此时的亚当已经沉浸在了 公民成就的喜悦中 拿着制片人看完很淡定地问他 这个怪物是谁扮演的 这次你们的道具逼争了不少 亚当苦笑着告诉他 这不是演的这是真的怪物 所有视频都是真实记录的 在他极力的争辩和证明下 制片人恍然大悟说我明白了 原来你们拍的是伪纪录片啊 所以理论上你可以说他是真的 亚当听完白口莫辩 看来假的拍多了 真的也会被当成假的 他再次苦笑着倒在了沙发上 为了证明自己 第二天亚当就制定了新的拍摄方案 他在洞口周围装了五台相机 安装完回到了德克的住处 德克说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洞口 有个身材很好的女怪物 深夜爬出来后 来到了一个小巷里 在那里他调戏了一个喝醉酒的男大学生 他将大学生带走后和他发生了关系 紧接着三周后 人们就在附近的河里发现了那个男生的尸体 德克本来想要亚当心生畏惧 谁知亚当越听越兴奋 还试图策划一个更大的拍摄计划 最后聊天也不欢阿三 天一亮他们就过去取回了相机 虽然检查之后 发现二号相机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但还好其他相机都在 回去查看完所有录像后 他们惊喜的发现 其中一台微信相机 完整的记录了一个怪物 从洞口爬出来又回去的场景 而且根据德克判断 这个怪物还是一个新物种 德克证明了自己 亚当拍到了自己想要的视频 回到工作室 这些视频也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根据德克故事创作的新电影 也马上被立项了 随后亚当就去参加了各种电影节 为这部即将发布的新作宣传造势 新作品标新利益的设定 在电影节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但却没人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 大家都觉得这只是一个 创意不错的恐怖电影而已 然而就在电影节快要结束时 他跟知名编剧兼导演 米克加里斯和汤姆赫兰德聊天时 得知了一件让他惊掉下巴的事 米克加里斯不仅是 闪灵TV版的导演 同时也是麦卡杰克秀音乐 短片鬼怪的编剧 他告诉亚当 好几年前有个疯老头 曾找过他和卡彭特 向他们都说过自己的剧本 他依稀记得里面所讲的故事 跟亚当的星座很像 加里斯问亚当 你不会是跟他合作了吧 我听很多同行说 这个老头就是个骗子 而且精神还有点问题 他几年前几乎找遍了 好莱坞所有恐怖片导演 疯癢癢癢地说 他发现了真的怪物 希望有人能买下他的故事 亚当听完后尴尬到语文龙次 然后随便打岔就搪塞了过去 愚梦地他刚回到工作室 同时就告诉了他一件 再次让他惊掉了下巴的事 同时说他检查完所有相机后发现 在安装相机当天晚上他们走后 德克曾独自又挽回过洞口 回去后他就关掉了所有相机 但因为周围光线太暗 他忘记关掉了四号相机 然后就拍到了这些 让人难以理解的画面 视频中德克关掉相机后来到洞口 向洞里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 紧接着他打开了背包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白色小勺 然后俯生探进了洞里 来回好几次之后 他起身站在洞口 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 然后德克今天规造洞口诡异的哭了起来 最后他将关掉的相机全部打开后就离开了 看完这些视频结合加里斯的信息 亚当觉得德克背后 肯定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些怪物到底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 他们和德克是否存在着某种关系 但如果是假的 德克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还有他曾无意间说漏嘴 说那些怪物都是他儿子化的 那他儿子为什么能接触到这些怪物 为了搞清楚这些疑问 亚当决定全面调查一下德克 他们首先找到了德克曾经救助过的波斯洞警局 然后结果却让人非常诧异 一个在警局工作过二十多年的老警察告诉他们 他们压根就没有听过德克这个人 看来德克确实一直在说谎 那么那个洞里到底有什么 亚当想趁德克不在 亲自去看一下 说完他和摄像开车就来到了洞口附近 二人很快就找到了洞口 亚当俯下身用手电筒使劲往洞里探去 他甚至将整个头都伸了进去 但仍然什么都看不到 此时他越发的相信 这就是德克自导自演的骗局 于是他直接朝着洞口俸怒地喊道 发现完之后 亚当对着镜头做了最后的总结 他说那些戴着万圣洁面具的怪物 应该都是德克提前安排好的 刚说到这 亚当突然脚下一滑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拉他的脚 这样是机房放下相机将他拉了起来 起身后亚当发现自己的鞋不见了 他以为刚才是自己不小心踩空了 滑倒后鞋掉进了洞里 就在他伸出在洞口边找鞋时 德克突然出现在了他身后 他俸怒地质问亚当 你们在这做了什么 亚当先是一惊 然后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是来穿穿你的谎言的 德克气愤地问道你什么意思 亚当一顾脑袋将他去好莱坞 还有他关掉相机 谎称警察的事全部都说了出来 德克听完后眼神有点躲闪 亚当趁机接着说道 根本没有什么怪物 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 说到怪物 德克立马强硬了起来 他说你们什么都不懂 我先不跟你争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你们赶紧跟我先离开这 亚当说我们哪也不去 除非你亲口承认 这一切都是假的 德克刚想说点什么 突然早从里窜出了一个东西 亚当和摄像还没反应过来 德克立马拉着他们先躲了起来 然而刚动下没多久 一个巨大的怪物 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阿华没说直接扑向了他们 三人拼了命地想车前跑去 来到车帮亚当兴奋地问车相 你都拍到了吗 摄像激动地点着头 亚当高兴地跳上了车 此时动口的方向 传来了此起彼伏的怪叫声 摄像是本来还想回去 补两个镜头 但被滚扣狼豪的叫声给吓退了 三人上车后刚打开车灯 骨髓之地的守门人万斯 就站在他们车前 他愤怒地变身怪物模式 召唤着同伴蜂拥阿上 将车团团围住 就在此危机时刻 亚当挂上到达一脚地板游 将车开到了路上 万斯变回了守护者模式 怒视着他们 似乎在警告亚当 移着远远地永远别再回来 回到德克的住处 他绝望地说 他们从来没有袭击过我 你把一切都搞砸了 他们会马上关闭这个洞口 有声之间我不可能再进去了 亚当觉得德克有点奇怪 刚想说点什么 德克突然崩溃地咆哮起来 说你们都是被金钱蒙蔽的贱人 不信我再撑他们离开前 挖开那个洞口 这是我唯一进入的机会 不然我将彻底失去他了 亚当见德克有些语无隆次 急忙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进去 你说的他是谁 德克根本不想搭理他 他让亚当赶紧拱蛋 亚当哪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让让着要跟德克一起进去 再拍点素材 如果不让他进去 他马上就报警 亚当边说边问摄像 相机还有多少点 德克眼见亚当是彻底疯了 他冷静下来对亚当说 这样你先回去多准备点设备 明天早上我们在这集合一起下去 到时候你想拍什么我都不拦着 亚当犹豫了一下便答应了 德克目火着让他们赶紧走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亚当一宿没睡 拿着续命的咖啡使劲地敲着门 但屋里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邻居刚好开车经过 亚当急忙追上去 想问点关于德克的事 啥诡异的事发生了 邻居说这个房子已经空了一年多了 亚当听完惊讶不已 转身回去发现门并没有锁 他进去后发现屋内已经被彻底搬空了 感觉真的就像从来没有人住过一样 而且之前被铁链锁的那个房间也被打开了 亚当进去后发现地上全是白色的勺子 而且到处都是排泄物 墙上的两个大铁链也被打开了 此时的亚当恍然大悟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他和摄像再次来到了那个洞口旁 然而洞口似乎已经凭空消失了 仿佛这一切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一个月后 亚当发布了关于此事件的最后一条视频 他说自从那次回来之后 德克就整个人间蒸发了 那个洞口再也没有被打开过 但是就在今天早上 有人将之前丢失的暗号相机 悄悄地放到了亚当家门口 他看完里面的内容后 发誓永远都不会再调查此事件 不过来 我的名字是 我的名字是 William Decker Masters are not real Masters are not real 老我应该都知道 挖骨随时我开通 找好发布的第一个作品 之所以重新再做 主要是我前几天 重用这部影片时 发现当年忽略了很多细节 解说的也很智能 完全没有抓住精髓 也没有对片中的剧情 进行深入解析 其实挖骨随可解读的空间非常大 因为整个故事 导演想营造出 类似克斯鲁不可名状的恐惧感 所以很多线索都留了尾巴 我猜导演这样做 是想给观众一种 细思疾恐的观影感受 比如片中德克展示的 那些怪物到底是谁画的 那间被锁的房间里 用铁链锁起来的到底是谁 德克为什么在洞口哭泣 邻居为什么会出那间房子 近一年都没人住过 德克为什么拼死 都要再次回到洞里 最后是谁把相机送回来的 德克为什么会被关在地下的铁笼里 最后闯入亚当卧室的怪物到底是谁 等等这些问题 看似在片中没有回答 但是都给了相应的提示 把他们都串联起来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相对完整 且细思疾恐的故事 基于以上这些点 我觉得很有必要再重新做一次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 进入今天的解读环节 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 想要解开剧中的所有谜团 就要搞清楚德克到底有没有孩子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德克肯定有个儿子 而且这个孩子就是他口中所谓的畸形人 那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还记得安装相机那晚 德克给亚当讲的那个 关于女怪物调戏男大学生的故事吗 那个男大学生其实就是德克 他因为醉酒和女怪物发生了关系 之后女怪物为他生下了一个 半人半怪的孩子 原片中德克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导演其实给了很多暗示 比如德克在描述女怪物时 说了很多细节 他说他有着和人类女性一样的身体 并且身材还不错 喜欢吃煎饼 而且马萨诸塞州最大的城市就是波士顿 也就是德克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还有德克在最开始的采访中 说毕吉本利的内容 是他近30多年的研究成果 他今年61岁 30多年前他正好是20多岁 符合上大学的年龄 我觉得这些都是导演给出的线索 证明德克的故事中 那个男大学生就是他自己 至于德克最后说三周后 在附近的河里发现男大学生尸体的事 我觉得也很好理解 毕竟这不是很光彩的事 再加上自己心虚 说发现尸体一是为了撇清自己的嫌疑 而是他没想到亚当对于拍到怪物这件事 已经丧心病狂了 说怪物会杀人也是想让他适可而止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后面的故事就很好解释了 德克年轻的时候在波士顿上大学 某天喝醉酒在巷子里碰到了女怪物 怪物将他带走发生了关系 然后他跟踪女怪物发现了洞口 自此开始他就长期观察和研究这些怪物 不过讲到这很多小伙伴肯定会问 为什么他发现怪物后不是恐惧逃离 而是痴迷研究呢 我觉得这就要从他的童年说起 德克从小跟父母生活在深山老林中 没有朋友性格孤僻 父母去工作时 他只能在荒芜人烟的飞弃剧母场里玩 很难想象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 脑海中不会幻想出一些奇怪的东西 或许他真的看到过什么 但如果他将这些讲给父母听 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父母 对于德克的教育肯定是斥责多余陪伴和沟通 二十多年后他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有怪物 他肯定很兴奋 因为这样可以间接证明他的童年不全都是生活在幻想中 如果以上假设要再次成立的话 接下来的所有悬念都可以解释通了 剧中所有的怪物画像都是德克和女怪物所生的孩子画的 因为如果不是和怪物长期生活在一起 就不可能画出细节如此丰富的画像 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讲刚开始提出的所有悬念 首先是邻居为什么会说那个房子没人住 因为怪物为了躲避人类 会经常更换出入的洞口 德克如果想一直看到自己的孩子 就要不停的粘转多地去找洞口 他最后一次找到自己的孩子应该就是这次在南加州发现的洞口 所以这个房子应该是德克找到这个洞口之后临时找的住所 那为什么他房子里会有铁链还有邻居为什么看不到他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 德克这次找到孩子之后发现他生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这个假设有以下几条线索可以证明 一是德克在洞口用勺子想洞里喂东西 这显然不是吃的 不管是怪物还是人类都不可能有这么小的食量 那他喂的应该就是药 还有就是德克屋里的铁链和满地的白色小勺 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白色小勺 这里肯定是导演在有意引导观众 让我们能很快的联想到德克曾经在洞口使用过白色小勺的场景 这两个勺子在不同场景出现的逻辑 加上屋里的铁链都在暗示观众 德克曾冒险将孩子带了回来 目的是为了给他更好的治病 但毕竟这个孩子有一半怪物的基因 而且长期生活在地下 所以肯定不好控制 其次他还不能见光 因此为了更好地控制他 德克将整个屋子的窗户全部堵上 然后用铁链将他锁了起来 自此生活也是咒服夜出 再加上他刚搬过来不久 所以邻居才不易察觉 如果这个假设也成立的话 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德克多年前 去找好莱坞的导演一心想卖掉这个故事赚钱 而后来找到亚当不但没有提前 还把多年的研究心血全部寄给了亚当 并希望亚当能把这个惊人的发现曝光给全世界 这个巨大转变的诱因就是他的孩子 几年前德克确实想出名 想靠这个发现赚点钱 所以他才去找那些大导演和大制作人 这条路没走通之后 几年后他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闭入膏肓 自己帮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 又不能将他带出来正常生活 甚至他将孩子带出洞里的举动 已经让其他怪物对他和他的孩子产生了敌意 意识到这些威胁后 德克觉得只有曝光他们 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自己和这些怪物 他和孩子才有可能得到保护 所以他才将自己研究多年的心血 直接不谈钱全部寄给了亚当 并多次带亚当去拍怪物 这样就能解释德克为什么跪在洞口痛哭 因为找到亚当之后 亚当对拍摄怪物的热情过于狂热 以至于他对整件事的后续发展失去了控制 亚当不但不听他的话 还直接开灯激怒了怪物 那他又是什么时候将孩子再次送回到洞里的 这里导演也给了一些线索 亚当在第二次采访德克的时候 屋里曾传来了掉落东西的声音 这时德克的孩子应该还被锁在屋里 但是为了转移亚当的注意 德克说晚上再带他去拍摄 保证他一定能拍到自己想要的 于是当天晚上亚当确实拍到了怪物 但同时也激怒了怪物 他应该是害怕怪物报复他们 或者是他觉得亚当已经发现了什么 所以他将孩子又送回到了洞里 所以德克才会每天晚上再回到洞口去喂药 归在洞口痛哭是因为他很纠结 他不知道找亚当的举动是救了孩子 还是害了自己的孩子 反正他感觉一切都失控了 他很自责也很内疚 所以在怪物关闭洞口前 德克支开了亚当并连夜销毁了所有关于怪物的资料 然后毅然决然的下到洞里去陪孩子 不过他下去后就被怪物关了起来 从那些铁笼可以看出 这绝不是怪物第一次将人类关到地下 最后怪物让德克录下了警告亚当的视频 在跟踪了亚当一段时间后 怪物将相机和录像放到了亚当家门口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警告亚当 我们知道你的一切 如果你不闭嘴 我们随时会出现 以上就是关于挖骨髓剧情的完整解析 大多数都是我结合影片的个人主观理解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我非常希望你能在屏龙区留下你的观点 因为每个人关注的视角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还原一个完整的故事 挖骨髓是偏影迷象的作品 剧情中有很多恐怖片爱好者 津津乐道的细节 比如剧情中出现的所有人物 都是恐怖电影行业的从业者 而且很多都是大咖 很多伪记录片 更像是第一人称视角的电影 挖骨髓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 首次摄影真正的伪记录 因为里面大多数人物 在现实中的身份和职业都是真实的 在真实的环境中 虚构一个设定 某种意义上更符合伪记录的逻辑 也能很好地解释 试点和相机出现的原因 所以即使这个故事框架并不完整 很多剧情也并不自洽 也不影响它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而且亚当格林的脑洞确实很大 看过金教大电影的同学 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最后还是一如既往的感谢你能看到这 因为这期的篇幅确实有点长 感谢大家的等待与陪伴 后面尽量保持稳定更新 新的一年也有很多新的计划 在这里祝福我们2024 都能继续在此出发 我是皮肤 我们下期见